第55届电视金钟奖 9月26号颁奖结果揭晓 有多位基督徒影视人获奖 他们在台上将荣耀归与上帝 成为云彩见证 每一年都回台湾举行分享会的林书豪 今年因为疫情无法回来 仍然以信者无惧为题 在线上和大家分享 熊熊烈焰祷告特会 全台持续延烧 本周巡回到国境之南屏东 我们也特别专访到 主要讲员杨道诺牧师 掌握全球华人教会脉动 都在好消息国度报道 平安我是陈凯丽 本台节目转转发现爱主持人高宜萍 成功敲响第55届金钟 获得生活风格主持人奖 睽違多年之后回归到影光幕前 并且入围金钟 高宜萍在台上含泪分享喜悦 也将这份荣耀归给上帝 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 睽違荧光幕十多年 21年前和金钟奖擦身而过的高宜萍 以转转发现爱拿下第55届 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 高宜萍在事业如日中天时 急流永退回归家庭 如今凭着公益电视台节目获奖 高宜萍还累直说 这个奖是上帝给的 是恩典也是神迹 在生活当中或者是一般的日子里 你努力不见得会被看见 你讨好不见得会被喜欢 但是我也一直都知道 就是除了我自己选择想要做 一个妻子或者是妈妈的时候 其实我真正真正最爱 做的事情就是主持节目 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 台上台下 高宜萍一直以家庭主妇前称 颁奖台上多次感谢节目团队 转转发现爱不同于一般商业节目 是以传递幸福家庭价值观念 为出发点 因着主持人轻松机智的串场 带领观众进入生活层面 播出四年多来 累积不少忠实观众 其实我从小到大 当然都很希望能够得奖 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 这个殊荣会是属于我的 我觉得能够在GY TV做节目 然后今天可以领到这个金钟奖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就是神机 这完全是上帝所赐给我 赐给我们大家的 这是上帝用祂的方式来鼓励我们 我们在做对的事情 然后也是不断的激励我们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不迎合商业取向 而是选择自己的信仰价值来主持节目 耕耘四年流泪洒种 如今欢呼收割 也成为祝福众人的管道 除了本台节目转转发现爱主持人 高一萍敲响金钟 另外也有许多基督徒艺人获奖 纷纷在舞台上将荣耀归给上帝 他们的分享相当激励人 也让主内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感受到这一份喜悦 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感谢主 阿们 如果没有祂 我不可能今天会站在这里 感谢上帝 让我能够在这里 来荣耀祂的名 感谢赞美主 一切荣耀归于主 第五十五届金钟奖 9月26日得奖结果出炉 多位基督徒艺人 纷纷将得奖荣耀归给上帝 感谢上帝带领他们走过各种低潮苦难 包括高一萍 吴秀梅 苏孟兰 陈宇及中家俊 还有陆维六大奖项 拿下最终戏剧节目大奖的 想见你团队 在颁奖尾声公开荣耀主名 拿到自然科学 及人文即时节目主持人奖的 原住民主持人吴秀梅 回想自己从迷惘中走来 历经上帝的信实 受访时几度岂不成声 我也要感谢神 在这几年如果不是神 我相信我会走不出 任何的一个困境 因为神透过三抹尔记 告诉我说 一切的困难 他以及仇底 他都已经挪走了 我会实力有名 跟这个世界上 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这个都是神 成就了我这么多的事 而金钟常客苏孟兰 制作的《消失的王者》 获得自然科学 及人文即时节目奖 另外原名节目主持人 陈宇 钟家俊 则获得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 有好多的事情 就是你在祷告之后神迹出现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赞美主 他一直在保守任务 成务之后 然后派了好多天使个人 在我身边可以协助 我每一次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感谢神真的很感谢神 对啊我也谢谢所有的家人 在我来的之前都为我带导 而且在我们的早上 我们家人和恶伯妹妹和妙姐 来的时候我们都在 拿下戏剧节目大奖的 《想见你》团队 蜘蛛人及编剧《皆为基督徒》 他们认为这个节目 从灵感到完成 皆出自上帝的保守 我觉得我就跟主耶稣说 我说一切荣耀归你 可是这个结果都在你的手中 我们只是在地上 想要成为一个管道 成为一个欺民 为了成章的名字 依靠上帝的带领 走过高山低谷 胡金站在讲台的光芒 成为他们荣耀的印记 也成为如云彩般的见证人 真的很替他们高兴 能够在这样公开的场合 做极美的见证 每一年都会回台湾 举办分享会的前NBA球星 郝小子 林书豪又要和台湾观众朋友 见面了 今年因为疫情 无法亲自回来台湾 和大家面对面 这次首度以线上的方式 分享他过去这一年 在职业篮球体坛上的 心路历程 去年在分享会上 无法止息泪水的林书豪 还让大家记忆犹新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无法来台 改由线上的方式 举行了第十年的分享会 今年以信者无据为主题 加上了QA问答 分享了从NBA梦碎 对到CBA打球的行路历程 把自己内心最深的软弱 适落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我最大的疑问是 我最大的疑问是 我会失去全球 我会完全无法和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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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末,我表现身没有工作工作 我没有觉得觉得我失去迷你 我不太小了 我开始重新思维 我开始觉得如果能转称 如果我会 sixth联储 我会不会以来 然后能不能令我回到 Anna 然后可能北京不想我 如果Bashball有没有 然后不会还怎么会 因为CBA不是希望我 然后我的 fans会煮我 我开始认为这些真正的认识 我认为我最大的招式的恐慌 这并没有比较在现实生活的状况 所以我不想描述这种比较 但我最大的招式的恐慌是 我最高的地步的失败 我全都会失败 恐惧吞噬了林修豪的信心 曾经林莱峰的热潮 成为了他自我射线的源头 在球场上比较 害怕失去了心 让他遗失了那曾经无所畏惧的神情 但在和资深教练瓦特莎声坛后 点醒了林修豪 不只要和恐惧共存 更要和恐惧来征战 恐惧是一种我一直在习惯 我一直在习惯中的尤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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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Mano一样打开我 我不是只是打开我 我真的向我反应了 我真的真的有了 我每个人的离毁 我们都做了很多事情 我一样的生意 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做了很多的经历 我做了所有的经历 我做了一种属业的情况 我做了一种属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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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一些属业的 那种属业的经历 我做了一种属业的 所有的一种属业的 I had a verse from the Bible, a scripture that would help me counter that. And, you know,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enough just to do it once. It's not that simple. And, you know, in the Bible it talks about that we are given a shield of faith to extinguish the flaming arrows of the evil one.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guys, what ways can you take a step? And even just to, you know, try to understand faith a little bit more and whether it's, you know, starting to read the Bible, if that's the case, I suggest, you know, the gospel of John or maybe it's attending a church or right now with everything going on, it might just be attending a virtual church service or praying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or pray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or talking to a Christian friend. Maybe it's, you know, I'm going to list a list of some of God's greatest promises that have helped me shape so many of my new beliefs. I'm going to send a long list of them and maybe it's that you look through those. 信者无惧,永不退缩,林舒浩十年来都带给大家不同的故事 但不变的是要给观众看见上帝的能力 在台湾展开巡回培训的熊熊烈焰祷告特会 9月25号来到屏东,有将近20间教会参与响应 为在地教会的小组注入新的复兴动力 由基督教牧者训练协会与各城市联导会 推动的熊熊烈焰祷告特会 预计推动全台二十多场 目标兴起一万个复兴祷告小组 9月25号来到屏东 吸引近300人聚集 近20间教会参与 祷告是基督徒重要的操练 担任这次讲员的国际祷告学院杨道诺牧师 首次来到台湾最南边的屏东 教导众教会如何在家庭职场教会建立复兴祷告小组 对地方教会深具意义 我回去以后 我就是每个原来的细胞小组 名称我就会给他改成这个复兴祷告小组 这样子在教会里面就有这个复兴的氛围 我是盼望就是说他能够再来 因为他有教材嘛 那教材我们都可以看它是比较纲要式的 可是我觉得他现场的教导是有圣灵的运行 祷告小组各地点火 台北真理堂已经任领1000个小组 全屏东基督教联盟也跟上这波祷告热潮 希望每位弟兄姐妹燃起祷告的烈火 本台也专访了杨道诺牧师 他第四次来到台湾 看见台湾的教会是祷告的教会 虽然各地区教会有不同的神学观点 宣教策略和敬拜方式 但是众教会却是能够实现合一 这是上帝给台湾的礼物 同时他也谈到之前他在哥伦比亚巡回时候的故事 相当激励人一起来了解杨道诺牧师分享祷告的关键 And I'll give you this story Years ago we were invited to Colombia, Latin America And there were so many cartels, neighborhoods that were drug infested A lot of violence, a lot of death, crime, everything So the churches in the city invited us to come in the stadium And from nine o'clock at night to nine o'clock at morning We worshipped, we prayed together, we taught and I took the last one because I was sure everybody would be asleep and my style was loud and then I'm sure I would wake them up but when it was my time in the morning it was as if they never went to sleep the worship was higher the repentance was deeper the excitement was greater the prayer was more powerful what happened the Holy Spirit was meeting them on the core purpose of being together what separated them was their church name the their church philosophy their church strategy their church style of worship but what brought them together was prayer and you have all these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but there really is only one church and that's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the believers they may meet in different places but it's one church so I get up and I said that I said there are many places of worship in this city and you all represent all these different places but from heaven perspective there's just one church and the purpose of that church is to fulfill the purposes of Christ well they began to clap and they began to clap and they clapped and they clapped and for 25 minutes they clapped they did not stop now we can clap at a football game for five minutes we can clap at a baseball game for three minutes nobody ever claps for 25 minutes how can you keep that up for 25 minutes never stopping never stopping never stopping getting louder and louder and louder what were they saying they were saying they were saying we may be different in style we may be different in some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but what unifies us is Christ 阿们唯有基督能使我们合而为一当我们超越宗派放下几件上帝就会愿纳众教会 的合一而且四下天国的权柄杨道路牧师也邀请台湾众教会能够一起加入 祷告复兴小组的行列 the church in taiwan is a praying church so what god is doing is shifting the kinds of prayers that they are praying they're deeper they're broader they're they're focused on him god is doing that over and over again in these days uh for a purpose and it's not just for taiwan i believe that taiwan is being positioned to help all of asia and ev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so i i want to invite the church to get ready i want to invite the church people to be ready i want to invite the pastors to open up their hearts to receive all that god has to get clarity from his word and as you receive that clarity by the holy spirit to have boldness to speak it boldness to pray it boldness to live i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god do extraordinary things things you've never seen done before he's going to build his army of prayer people revival will come as we pray and he's going to go not just to taiwan not just to one city but to all the major cities when you think about this the whole country is covered not one major area is missed in these next 10 weeks and as god makes that possible there's an openness there's an openness that we haven't seen any any place that we've been around the world and it's for a purpose god wants to use the taiwanese church not just to save taiwan from invasion but to empower taiwan to invade with a with a power of love other nations a spiritual invasion to go in and to teach and to preach and to share and see miracles and see god do what only god can do through an obedient church that receives clarity and boldness to do what only god can do 接下来到11月底熊熊烈焰祷告特会将在各地 联导会及祷告的网络巡回培训关于10月份的场次分别还有陶基盟 在南区青年活动中心高雄幼长长老教会花莲美轮进行会以及宜兰礼拜堂等 多个场次详细的资讯要请您查看募者训练学会的官方粉丝页 9月28号是犹太节旗的赎罪日在赎罪日当周的安息日格外象征属灵异议 在这个日子里美国华府广场前分别举行了悔改祷告和行走祷告的聚会 许多知名教会领袖参与其中号召全球的基督徒一同来悔改祷告 愿上帝带下转化的大能 9月26日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前分别举行了一心归向主的全球悔改祷告聚集 以及国家行走祷告会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广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民众 选择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举行的意义除了美国首都的特殊地位之外 一同悔改来改变国家及全球的转化 属灵的意义尤其重要 一心归向主剧集是由美国知名畅销书先驱者作家 拉比·强纳森坎恩所发起 与会有来自全美政界、商界、宗教界等领袖参与 当各个角落响起号角声为这场盛会揭开序幕 如同在约尔书中说 你们要在西安吹号角 把进食的日子分别为圣召开严肃会 当全球疫情笼罩 美国又面临总统大选之际 政治、社会议题扶上台面形成角力 拉比·强纳森坎恩认为 尤其是堕胎及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将上帝逐出校园 因此他领受在这关键时刻 教会当在赎罪日的安息主日上 一起在上帝面前悔改祷告 祈求联敏 我们带神出身的心 我们从我们的心 从我们的政府 从我们的行为 从我们的法律 从我们的法律 从我们的教育 从我们的孩子们 从我们的公园区 从我们的商业 从我们的媒体 从我们的社会 从我们的生活 从我们的生活 什么是邪恶 我们现在叫做好 什么是邪恶 我们现在叫做好 我们现在叫做邪恶 我们要去罪恶恶 祝福来的真正 祝福来的真正 同时间在广场内的林肯纪念堂前 由知名属灵领袖葛弗林牧师 所发起的为国家行走祷告运动 吸引了来自全美各地的基督徒 前来参与 一起环绕国家广场1.8英里 希望透过祷告的力量 带下上帝转化国家的大能 不时可看见围成一圈圈的小组 齐心祷告为国家代求 这两场聚集祷告运动 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希望为美国与全球各国 都能够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悔改 重新回到上帝的心意中 美国在政治疫情 还有社会气候等带来的 种种不安的环境当中 使得许多基督徒开始在灵里苏醒 为国家悔改祷告 我们也一起为美国来代祷 希望有更多的人 在这样的景况当中 回转归向上帝 台湾基督教掌老教会高雄中会 在9月27号欢庆90周年 有3000多人齐聚一堂 高雄中会多年来开支散业 还分设出屏东寿山中会 旗下共有66间教会 中年庆这一天也再一次凝聚 未来的宣教共事 拍手祭拜上来我们的圣地 掌老教会高雄中会 设立90周年感恩礼拜 在高雄展览馆盛大举行 来自市区 陆竹 陵园 祁山 澎湖各路的牧者 弟兄姐妹共3500人聚集 1930年南部中会分社高雄 台南 嘉义 台中四个中会 而今四中会都已届满90周年 其中高雄中会因发展成果良好 更分社书 屏东 寿山中会 旗下共66间教会 其实在过去我们有很多的教会 很认真的传福音 让信徒的人数不断的增长 然后也让很多人 在信仰上面得着造就 今日这回我们应该起来 我们应该团用亚素基督福音 这个福音是世间人的目标 高雄中会过去曾发起备家运动 使得教会数量增长一倍 会有更增加一万三千多人 成为宣教史上一件美事 如今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挑战 且多数教会坐落在偏乡地区 使得近年来教会礼拜人数停滞 成为现金的挑战 目前我们刚三长教会 是用信仰教组的方式 栽培更多的工人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想这个门槛只要跨过 我们就可以帮助高雄中会 其他的教会 怎么样来做门徒的训练 我们大教会如果在哪一方面 例如说他在儿少墓区 或是在青年墓区 是有比较好的团队 第一个我们可以请他们来训练 这些小教会里面的 愿意服侍的人 也帮忙这间教会 这间小教会还没进入到服侍的人 我们就把他带进来 就如大会90周年主题 传承数天价值 建立丰盛产业 高雄中会 众教会再次凝聚共事 同心合意 在未来十年宣教路上前进 在疫情期间的指挥中心播报 时常会看到手语翻译员的身影 你知道在手语教会 也有手语翻译员吗 这门翻译牧师讲道的内容 让听障者也可以参与主日聚会 他们是如何穿梭在 无声和有声的世界当中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在防疫期间 民众每天关注 疫情指挥中心的播报 而当中的手语应用也受到瞩目 在手语教会 常态推出的圣经课程 今年询问度增加 手语成为了另类的热门学 每个国家都有手语翻译在 那我们国家只是因着 现在这样子更长更长的出现 这些手语翻译被看中了 别人是对我误解有的时候 我会很容易原谅别人 原谅很难 在手语教会有个特别的工作 就是手语翻译员 他需要把牧师讲道 转译给听障者 也要担任当中沟通问题的角色 在教会担任十多年 手语翻译员的冯曼蓉 平时从事邮政分信的工作 一开始因为在公园看到手语舞 引发兴趣学习 就这样踏入了手语的领域 手语学习之后 我觉得冯曼蓉在教会牧师的鼓励下 投入服务听障者的行列 但从听人走入无声的世界 却没有这么简单 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手语通用的打法就有好几种 犹如各地所谓的方言 更有不同区域手语的分别 而使用手语来教导圣经 也是不容易的过程 譬如说圣经当中 重生的打法 就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不重生 这样每人会看觉得 这是什么重重的生下来吗 不是啊 所以说要再生 我们还是有时候会看不懂 那希望那个手语翻译 可以把北部南部 说外的手语 再做调整 那让南北的龙人 都可以看得明白 手语教会另一位 手语翻译员黄芷柔 在学校任教 并领友台语文证照 最早在台南社大学习手语 最近开始在手语教会 参与翻译服务 他从中发掘听障者的特点 并且愿意为他们付出 他们的个性 大部分都是比较单纯 所以人们的自质 会比较滴 想的比较不浅 还是比较不狠 但是我感觉 找到大家做会分享 我感觉我自己是什么 你感觉你自己是什么 他们就能 不是只看到一点 是看到外观的 别人他们怎么想 手语翻译员 和听障者 在沟通上彼此学习 在生活上 也一起面对时局的变化 互相提醒分享 不要因为疫情 逐渐趋缓 那就放松 口罩人们要戴 要多洗手 要记得与人保持距离 那要忍耐 在这段期间 我们还是要努力学习 也祝福大家 也许无声甚有声 只要有福音 有爱 听人和听障者之间 就能够彼此接纳 建立美好的关系 在疫情期间 更显得温暖 耶稣 爱你 其实现在也有许多 手语课程推出来 学习手语报名的人数 都比以往增加 多一点了解 听障朋友的需求 让我们一起 用爱来守护世界 除了锁定GTV频道之外 也欢迎您在网络上 关注好消息 国度报道 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订阅GTV News YouTube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愿上帝 祝福您和家人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